而颱風畢竟受風箱種植小玉西瓜的農民不敢焊天來挑戰 9月1號開始就故宮趕緊搶收小玉西瓜 瓜農表示說要加快速度希望趕快採收 就怕颱風一來心血全部就泡湯了 頂著大太陽把西瓜一顆顆裝上車 連衣服都被焊盡濕了 所以今天一定要全部摘光對不對 對啊 就是在颱風之前要把它整個處理完 瓜農原本在兩天後就能夠慢慢採收 但是因為颱風就要加派人力全部採收起來 減少西瓜的損失 因為這第二期的西瓜都已經接近採收期 所以說現在如果颱風要進來的話 也是剛好遇到剛好可以採收了 趕快搶收 減少日後的損失 至於西瓜品質目前的話 現在採收的話是不會的 如果這個颱風進來的話 就可能會有風向到彼此 從凌晨五點開始採收 工人趕緊將採收來的小魚西瓜裝箱 希望可以用最短的時間 將成熟的西瓜採收 減少西瓜農的風險與損失 幾點開始在 五點 五點就開始 五點就開始喔 今天全部都要採完嗎 呃 再試吧 因為要趕快 颱風 颱風來勢洶洶 各地的抽水站也備戰 測試抽水站的功能 花蓮氣象站也預告 三號凌晨五點 颱風海葵就會接觸到台灣的陸地 而三號的花蓮地區降雨量 也預估平地約有400到700毫米 山區降雨量約600到900毫米的降雨量 也請民眾要小心戒備 記者凌結收風箱採訪報導